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碧海藍天 陽光普照 海風徐徐 讓人覺得好舒爽 但有民眾發現眼石中 似乎看到有隻烏龜 慵懶的在岸上曬太陽 石龜眼睛半開趴在石頭上 像極了剛上岸的烏龜 讓人不得不讚嘆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像嗎 是蠻像的 有沒有像一隻大海龜的頭 有 會不會覺得大自然的這個 很神奇齁 橡皮岩就垮掉了 斷掉了 還有那個 還爆死啊 很多啦 野泳那邊也很多啊 對對對 會不會覺得很厲害 當然 地點就在基隆貫富山一帶 被網友發現 把照片貼上社群媒體 短短兩天時間 就累積了兩萬人按讚 網友說真的太像 這就有 這其實是驚人 是他頭型很像嗎 對啊 眼睛也很像 嗯 北部比較著名就 現在目前斷掉的橡皮 所以這個還是第一次新發現 不過有民眾倒覺得很像蜥蜴 也有人像雙手在地上的大猩猩 但不管如何 大家發揮了想像力 金龍及北海岸一帶 因為海風強勁 處處可見 海石和風化形成了地形 這些大自然的創作 也讓北海岸一帶 宛如一座石雕動物園 記者 黃少民 金龍報導 也 ungef來了 地方 液體 震驚 風化